我们的好梦时刻 今夜邀你入梦 晚上好 我是阿运岗 今晚的好梦时刻 我想与你分享 来自朱子清的《葱葱》 走过浪漫的童年和青涩的少年 该怎样来形容时间 朱子清说 匆匆 我们的日子虽然一去不复返 但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一定有它的意义 现在 就让自己静下来 聆听 享受 睡前便客 燕子去了 又在来的时候 杨柳哭了 又在清的时候 桃花谢了 又在开的时候 但是 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 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 但我的手 却忽视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 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像针尖上一滴水 滴在大海里 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头沉沉 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去来的中间 又怎样的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呢 有脚啊 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我也茫茫然地跟着周旋 于是 洗手的时候 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 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 她去得匆匆了 伸出手遮碗时 她又从遮碗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 我躺在床上 她便零零利利地从我身上跨过 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 和太阳再见 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眼着面叹息 但是 新来的日子的影 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 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 能做些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 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 除徘徊外 又剩下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青烟 被微风吹散了 如薄雷被出阳征容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油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裸地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着一遭啊 你聪明地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希望夜晚的每一个片刻 都是我们的好梦时刻 我是爱运感 晚安